第1141章 收走法老之拳 一千只亡灵化为乌有 残破与金破纷纷飞向了莫凡这里 这些如萤火虫的光芒常人是不易发现的 但修炼亡灵系的并且身上有类似于器皿的却可以看见 那名新上场的埃及人员发现了不对劲 光点疯狂地往莫凡那里凝聚 他立刻沉着声音对众人道 这家伙在把他们的残破 金破都收走了 可恶 里面掺杂我们的法老之拳 塞伊德骂道 法老之拳唤醒与塑造了这些亡灵 每多召唤出一只亡灵 他们的法老之拳就会损耗几分 莫凡杀了那些亡灵 又将他们的残破 金破给收走了 这无疑于是将法老之拳的能量给夺走了 导致他们无法让法老之拳归于土里 法老之拳不入土 那么他们就不能周而复始 法老之拳的枯竭速度会更快 然而 知道了又能够如何 现在他们总不能把那些亡灵给召唤回去 只能够硬着头皮让他们上 闪电链群仍旧在疯狂地跃动着 还剩下两三千只亡灵继续围攻莫凡 莫凡表面镇定如常 内心却是欣喜若狂 收了这几千只亡灵的残破和金破 估计巨影钉也可以到第五级了 配合上司业统治的强化与暗掘斗篷的加成 巨影钉估计可以发生蜕变 暴君制裁 又是一声令下 万雷呼应 霹雳狂舞 轰顶于烟红木乃伊的身上 烟红木乃伊的身躯灰飞烟灭 残破 金破却飞向了莫凡这里 莫凡早就察觉到了 这些亡灵们的残破 金破更加醇厚 想必里面蕴藏了其他什么能量 奇怪 这东西怎么融入到了泥土里 莫凡忽然发现了不寻常之处 小泥丘坠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小坠子 有些亡灵的金破 残破若是黏着怪异的气息 它是不会吃进肚子里了 这种事情 莫凡倒是见到过不少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讨厌于欣慰那般 那只亡灵的魂魄 估计是被操控 或者毒损过的 小泥丘对这种残破没半点兴趣 但莫凡却发现 那个残破没有自行消散 反倒是飘入到了泥土里 莫凡立刻用意念去追寻 发现那残破 竟然与埃及人滴血的泥魂在了一起 没多久 一只烟红木乃伊 又重新从泥土里爬了出来 并朝着莫凡这里冲了过来 莫凡本是没有太在意的 随手一个暴君制裁 就灭了他 也不知道 他是之前那只亡灵残破所化 可同样的情况发生了 小泥丘仍对这个残破 没有半点胃口 这一次莫凡起了心 呼唤出了小炎姬和飞川矮狼 他们帮自己抵挡一阵 自己则专心地盯着那个残破 返回血红色泥土 然后重新化作亡灵 也就是说 这些亡灵身上有某种特殊的印记 或者力量 是他们无穷无尽的原动力 莫凡立刻做出了这个推测 多观察几次之后 莫凡终于发现 但凡死后爆出残破的亡灵 他们都会返回到 红色的滴血泥土之中 再化作新的亡灵 而那些死亡变成金破的 他们都死透了 不会再回炉重塑 果然是有某种能量体 在让他们无限循环 小泥丘别顾着吃 把这种能量找出来 他绝对比残破 金破更美味 莫凡喜出望外 没有想到自己收魂破 还收出了埃及人的秘密来 小泥丘是有灵性的 主人这么一点醒 他也开始寻觅了起来 问 很快 小泥丘坠颤动了起来 这表明 小家伙特别的兴奋 发现了更加美味的东西 很快 小泥丘坠 便焕发出了一种 非常奇特的魂光 光芒照耀在那些亡灵尸体上时 便会发现 有一种浅紫色的荧光 脱离了残破 飞回到滴过血的泥土里 那浅紫色的荧光 比残破与金破 更不易察觉 要不是莫凡特意嘱咐小泥丘 小泥丘自己都忽略掉了 有趣的是 那些亡灵死后 一旦出现金破 那么多半那浅紫色荧光 是与他们的魂魄 融为一体了 金破的价值远大于残破 由于那紫色的荧光融合了 便 使得那些魂魄 变成了金破 这足以表明 浅紫色的荧光能量 庞大稀有 我明白了 莫凡在心中畅快大笑 埃及人无穷无尽 亡灵的秘密 莫凡借助小泥丘 彻底破解了 浅紫色能量 必定是 某种无比强大的亡灵本源 他们可以塑造亡灵的同时 在该亡灵死后 还可以收回 埃及人 只要付出少量的亡灵性魔能 便可以再塑造 将它们重新投入到战斗 由于这种能量 依附于魂魄之中 有些亡灵可能无意识地 将它们融入到了自己的魂魄里 使得自身 实力变得比其他同伴更加强大 这些亡灵死后的魂 也是更高级的金破 小泥丘坠 吸走了多少个金破 他们的这种本源 就减少了多少 难怪埃及人 现在已经不像之前 那么大手笔了 召唤的速度 也没有之前那么快 不过 他们这种亡灵本源能量 应该不少 小泥丘吸走的 估计也只是小部分 还不能够伤到他们筋骨 所以他们还在 没完没了的 召 小泥丘 看看 能不能把它吸了 这可是大肥肉啊 莫凡显得几分 兴奋地说道 不用莫凡说 小泥丘也在尝试 他专门盯着那些 会溜出浅紫色荧光的残破 他们一飘出 小泥丘马上狂吸 可多来几次小泥丘 就熟练了 一吸一个准 有的时候 更是一口气吸一片 不好 那家伙再偷我们的法老之拳 塞伊德大叫了起来 埃及众人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 脸色变得异常 难看 法老之拳 那小半瓶就价值连城啊 他们正是 凭借着法老之拳 达到了现在的名次 他怎么会知道 不可能 连抄阶法师都看不到的 米奥斯大惊失色道 快把汪灵竖起来 快 不然我们的法老之拳 会被他全部收走 耐俘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大呼了起来 埃及人顿时方寸大乱 他们哪里会想到 莫凡身上带着一个 至高的聚魂默契 一旦被看穿 就无可遁形 另一边 莫凡脸上的笑容 更加灿烂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看小泥丘兴奋的样子就知道 那绝对是 无价之宝 小泥丘那胃口 寻常东西 完全入不了 他法眼啊 想烧 晚了 莫凡这一次 不再吝啬自己的魔能了 暴君荒雷的雷云 笼罩这个小岛斗台 煞食毁天灭地的苍雷爪 从天而降 凶残的魔鬼雷爪 只要稍稍触碰到那些亡灵的身体 就可以令他们粉身碎骨 小炎姬 阴阴小炎姬知道 爸爸在做坏事 开心地把身上的所有结言都释放出来 结言与雷军交织 毁灭之力达到了一个顶峰 漫天的烈焰火拳砸落下来 地毯式轰炸 再配合上仓雷爪 厮杀 成百成百的亡灵 被莫凡给灭杀 莫凡 你干什么 这样很损耗魔能的 咦 杀光他们 埃及人还会召唤的 疆域 赵满言 看到莫凡直接动用杀伤力极大的魔法 立刻劝阻道 莫凡就像之前那样 使用霹雳电链 稳扎稳打 消耗不了多少魔能 却可以让局面完全控制住 你们别嫌着了 帮我杀 也别节省魔能 我保证他们很难再继续 召唤了 莫凡 立刻呼唤休息叔父的四人 你确定 木奴骄问道 你还不相信我吗 莫凡道 好 听你的 木奴骄 赵满言 江玉 关于 其实早就一肚子憋屈了 恨不得 一个高阶魔法 将这些亡灵全送地狱去 一时间 连不怎么进攻的赵满言 都施展出了光系魔法 跟着莫凡一起大杀四方 快收 快收啊 混蛋 这个混蛋 一定不得好死 我的法老之权 赛伊德都快要痛哭流涕了 埃及人收的速度 哪里有莫凡等人宰得快啊 以往莫凡 在收残破 惊破的时候 唯有自己亲手杀死的 残破 惊破才可以收 但那些浅紫色荧光 却没有这个限制 只要飘离了亡灵的魂魄 小泥丘便可以吸走 所以莫凡 才让其他人毫无保留地出手 莫凡一个人的毁灭能力 堪比一个对 可其他几个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也感觉到 埃及人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纷纷祭出杀手捡来 斩魔剧频繁出现 一斩就是几百 亡灵 然后一大片浅紫色能量 飞入到莫凡那里 我们投降 我们投降 奈弗鲁倒是果断 大喊了一声 决定直接放弃比赛 法老之权啊 这是至高无上的埃及结晶 是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 从金字塔中带出来的 每被夺取一滴 他们就感觉心如刀割 哼 晚了 用这种下三烂手段 就得知道有这后果 莫凡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这是比赛 他们既然拿出来用了 被抢走又能怨谁 混蛋 我们跟你拼了 埃及人彻底被莫凡逼上绝路了 一个个双眼通红 第1142章 第1151大处重谋 知道了他们的秘密 莫凡又怎么会怕他们 苍蕾找 杀起这些亡灵来那个较快 消耗虽然高 但和法老之权的价值比起来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全队联手下 至少灭掉了三分之二的亡灵 小泥丘吃的那个叫激动 莫凡真的很久没见 这小家伙如此开心了 所释放出来的那种温泽 都让莫凡一阵神清气爽 似乎在这光运下 修炼 修炼速度还得大增 到了高阶 修炼速度是明显缓慢了 再加上莫凡有六个戏 全部照顾到的话 很难让修为拔尖 若这次小泥丘坠再晋升 那么 自己所有戏的修为 也将跟上最顶尖的那群人了 六个戏 任意一个戏 都和最顶尖的人主修戏 一个级别 那才是真霸气 不能让他吞了 我们祭出剩下的法老之拳 召唤出大处虫魔来 米奥斯说道 可要是大处虫魔 也被他宰了的话 我们的法老之拳 就全赔进去了 塞伊德说道 他已经抢走了一大半 和全抢走有什么区别 跟他拼了 奈弗鲁也同意米奥斯的决定 全力一拼 还有夺回来的 希望 并且第一的位置也就拿下了 要就这样放弃 真的什么都没了 好 一起念咒 埃及众人一条心 决定拼尽最后的力量 跟莫凡这个大魔头 决一死战 他们 埃及对付希腊 对付英国 都是无往不利 怎么就遇到莫凡这种怪物 不怕他们亡灵海战术就算了 还把他们把法老之拳都赔了进去 心里那个苦啊 五人同时念起亡灵之咒 灰色的星座 慢慢地笼罩在了他们的身上 并组成了一个 更加巨大的亡灵星座 亡灵星座 并不是由璀璨闪耀的星子组成 看上去更像是一幅 由怪异皱纹印满的雕塑轮廓 透出了无穷无尽的邪意 五星座连在一起 都已经接近了一个星宫的境界 气势惊人 黑色的地狱之门 在他们的前方打开 地狱之门巨大 五人在一旁宛如虫蝎那般 酷咔 一声来自地狱深处的嘶吼 震的天云都变了色 平静的海洋 泛起了汹涌的潮水 拍打在小小的岛屿斗台上 也拍击在那些观望邮轮上 邮轮晃动 船上观战的人们 更是心惊肉跳 究竟是什么怪物 还没有完全露面 就已经掀起这样的邪气 大处虫魔 为法老之权而战 消灭 此等鼠辈 埃及五人高呼 继续召唤着 那来自地狱里的可怕怪物 酷咔 又是一声嘶吼 震的岛屿摇摇坠海 黑色的地狱之门里 一条冗长巨大的黑色骨骸 从里面爬了出来 脑袋像椰子 挂在椰子树上一般 看的人一阵毛骨悚然 身躯巨长 无比 其头部已经在整个岛屿之上了 可他的身躯 还有大半截在地狱之门下面 卧槽 这家伙到底多少米啊 赵满言看得惊呼了起来 过了许久 整只大处虫魔 才终于露出了全身 那触目惊心的 蜈蚣骨骸 完全要插入云端 完全仰起头来 都无法看清其全貌 这家伙 比之前那头强多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跟那只处虫魔一样 中看不中用 莫凡养的 脖子都有点酸了 这大处虫魔体型相当惊人 小岛屿在其面前 就跟一块小泥巴蒂 不够他几个来回的 一双双眼睛 泛着死光 凶残道让人不敢直视 尽管和 图腾玄蛇那种身躯比起来 这大处虫魔 就是一头小蜈蚣 但在统领级里 这东西 也绝对算强大可怕的了 埃及人倒是真的拼了 将所有魔能都用上 配合上 剩下的所有法老之权 呼唤出了这么一头地狱生物来 你们最好自己滚蛋 这大处虫魔 我们根本控制不住 别为了比赛丢了性命 奈夫鲁笑容阴冷 警告着莫凡等人 大处虫魔 远胜小处虫魔 他的邪气过猛 他们这群人发出的命令 大处虫魔 是不完全遵从的 还有 交出法老之权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人 奈夫鲁指着莫凡道 原来那东西叫法老之权 卧槽 你们还有脸骂我 卑鄙无耻 法老之权这种东西 拿去赛方鉴定 看看这东西 是不是真的符合规矩 就允许你们不要脸 还不许我撕破你们的脸皮 别把希望寄托在 这头骨蜈蚣身上 这东西气势是足 但和之前 那处虫魔一样 吓唬人的 没什么真本事 莫凡狠狠地骂了回去 那是你自己找死 到时候 别说我们埃及人 不讲国际情面 奈夫鲁说道 你们法老之权 我全收了 这头大家伙 应该蕴含不少 莫凡笑了起来 找死 奈夫鲁被逼急了 即刻命令 大处虫魔攻击莫凡 法老之权 有一大半在莫凡手上 他们无论如何得拿回来 不然拿了第一名 也一样损失惨重 进了小泥丘肚子里的东西 莫凡自己 都不一定要得回来 酷咔 大处虫魔身躯一番 那恐怖的尾巴就拍了下来 气势恐怖 莫凡和其他四个人急忙逃避 却 看见岛屿中央 直接出现了一刀裂痕 简直是把小岛 变成了两段 飞穿矮狼 上 哦 飞穿矮狼 长笑一声 他迅捷地扑向了 大处虫魔的骨骸身体 顺着他的冗长之躯 往上狂奔 目标 正是大处虫魔的那些 挂在头部的窟窿脑袋们 噗 谁知 那些窟窿脑袋 并不是装饰品 他们张开了嘴气刷刷地 朝着飞穿矮狼 喷出了浊气波 飞穿矮狼躲了那么几刀 可最后还是被打中 从高处摔了下来 重重地砸在了莫凡不远处 敖乌飞穿矮狼吃了亏 都不敢大声熬叫了 莫凡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道 没有你慕宁雪姑奶奶 你就这么不中用吗 飞穿矮狼自然委屈 大处重磨的实力 确实比他高了一两个层次 他打不过是正常的 可要是能够激活冰魂 他觉得自己 能够与对方周旋一二 我来制造冰川 慕奴娇说道 慕奴娇知道莫凡的这狼 需要冰霜 自己的冰雪 没有慕宁雪那么强 但总可以让飞穿矮狼 强胜几分 嗯 莫凡点了点头 哦 一听有冰 飞穿矮狼就斗志昂然了 似乎冰川之内 他就是无敌的一般 莫凡也知道 飞穿矮狼 即便激发了冰魂 也不能够和大处 重磨单打独斗 于是回头看了一眼 姜玉道 姜玉 让你的小母猫 找找这东西的弱点 这么大的体型 要全部击碎 是不可能了 得找出他的骨骸结晶 不打碎骨骸结晶 这家伙杀多少次 都没有用 好 交给我的叶罗刹 姜玉点了点头 老赵 先顶一会 我们别急着 跟他来硬的 摸摸他的能力 莫凡对赵满炎说道 没问题 老子就是硬 赵满炎不断地施展防御之际 大处重磨多次袭击 都像是一头大蜈蚣 撞在了石头上 几次不见效后 这大处重磨 忽然朝着赵满炎的 研磨之铜的保护上 喷出了一种 青黑色的毒液 毒液 对元素有着 极强的腐蚀力 没多久 赵满炎的防御 就被这东西 层层瓦解了 这家伙带毒戏 赵满炎说道 我们不想 卧槽 快躲 赵满炎防御不起作用 跑得比谁都快 莫凡一抬头 就看见大处重磨 一整个身子 重重地拍打了下来 莫凡搂着木炉胶 小弯腰 立刻顿迎躲避 嘎 又一条更可怕的裂痕 横贯小岛倒台 海水从裂痕中渗透进来 已经开始蔓延到了岛上 哦 大处重磨 忽然张开了大口 从石道中 喷出了黑色的光柱 黑色的光柱 如切割射线一般 从岛屿这一头 滑到另一头 完全追着莫凡不放 显然这家伙 对莫凡仇恨最大 他在追着你 你放开我 我自己能避开 木奴胶 脸颊通红 却觉得 莫凡是在占自己便宜 我也是一方万一 这头骨无功 还真不好对付 莫凡松开了木奴胶 木奴胶刺修风系 灵活上不会比莫凡差多少 他架着一阵白色的风 飘然远去 果然大处重磨 对木奴胶视而不见 畜族化作了灵力的骨毛 暴雨飞射下来 小炎机 小炎机往莫凡身体里一撞 烈火 马上烧成了一片海 莫凡浑身炙热地站在其中 目光死死地注视着 高大雄壮的大处重磨 飞翼允拳 羽毛燃烧 莫凡如火箭 喷射一般 冲向了触重磨 一拳就往触重磨身躯中段的肚子上砸去 全触碰到其骨骸身子时 豁然爆炸 巨大的火焰光芒 充斥半空 大处重磨身子往后一扭 看上去却没有什么大碍 反而一下子俯下了身子 要一口将莫凡给吃进去 火凤 千层火与分解 分离莫凡身子之后 迅速地化作了一头火焰凤凰 飞向了大处重磨张开的石道 第1143章 头颅弱点 大处重磨石道壁 比之前的小处重磨厚实多了 火凤飞入到其嘴里 还没有来得及撞入到这家伙的胃里 便被这东西给完全消化了 除了一些残余的火焰 从大处重磨的嘴里露出来之外 这家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碍 这种烈火都烧不穿他的胃壁 可见大处重磨确实不是寻常之物 唯有等叶罗刹 找到这家伙的弱点 才有可能将它给消灭了 小泥丘坠 对法老之拳非常喜爱 莫凡自然也不能错过 这个敛财的好机会 说什么也要把这头大骨骸 亡灵给宰了 酷咔 大处重磨嘴边挂着的脑袋们 全部转向了莫凡 他们纷纷喷射出了灼光 正是之前对付飞川挨狼的手段 莫凡在空中没法避让 手掌往前一推 推出了一道意念之盾 挡在自己的面前 意念之盾呈现银色的边框 里面完全就是空气 可那些灼光打在上面的时候 全部被格挡在外 根本无法接近莫凡 大处重磨剑这种小技能 伤不了莫凡 索性不再纠结 那庞大的身躯 直接压了下来 对付这种如蝼蚁一般的人类 这笔什么技能都来得有效 天主倒塌一般 莫凡就 看见自己上空 一个巨大的阴影 渐渐地笼罩了一切 头顶上的所有阳光 都遮蔽了 其海骨身躯越来越近 莫凡甚至能够见到那些 猙獰的处足如刀斧一般 乱舞 寒光朔朔 莫凡闪躲不及 整个人被拍在了 旗鼓海深躯下 然后重重地砸入到了 岛屿平台上 岛屿平台剧烈地一晃 无数碎裂的岩石 从岛屿根基处 滚落到海洋里 海水更顺着岛屿底部的裂痕灌入 开始渗透到岛屿平台上面 莫凡及时换出了 悬蛇铠甲 才勉强没有被那家伙 直接拍成肉泥 可现在他 直接被砸入到岛屿底部 周围 全是涌过来的海水 莫凡现在大裂痕里 大树虫魔似乎知道 莫凡没有死 竟然又抬起了身子 抬得极高 以更猛的气势抽打下来 把老子当苍蝇丸骂 莫凡也是脑木 急忙施展顿影 身体一下子分化成了四道 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 暗咽一般飞走 下一秒 岛屿又是一阵巨颤 海洋上更是出现了一个环形巨栏 从岛屿的边缘 往遥远的海外扩散去 附近的邮轮 全部受到影响 被这波澜推出了很远 结界都有些 挡不住这怪物的抽打了 赛方不免要担心 学员们的性命安危 莫凡 找到了 就在他们的脑袋上 把那些脑袋全部打碎 僵域的声音传了过来 莫凡仰起头看去 发现触虫魔的颈部上 一个小小灵巧的黑影 正扑向触虫魔的一个脑袋 锋利的爪子 干净利落地割下了一个头颅来 大触虫魔被摘了一个脑袋 顿时愤怒至极 他盯着那爬到他脑袋上的夜罗叉 身躯上忽然间爆散出一股毒气 将偷偷摸摸的夜罗叉 给震飞了出去 夜罗叉跌落了下来 黑色的毛发 被染成了青红混杂之色 锋利的爪子 更是被腐蚀地断裂了 去 姜玉看得心疼 急急忙忙把夜罗叉 给收回到了契约空间之中 能够割下大触虫魔的一个脑袋 夜罗叉已经很不错了 莫凡 看你的了 我们拿这东西 没什么办法 姜玉说道 好 剩下的交给我 莫凡点了点头 哼 你自己没用 不要把什么人都说得跟你一样 我去宰了这东西 关于不甘示弱地说道 说着 关于已经不见了身影 过了几秒 才注意到 关于踩着一阵急驰之风 竟然顺着近乎垂直的大触虫魔身体 往上面狂奔 大触虫魔 很快发现了关于 那触族 居然直接脱离了他的身躯 变成了一个个怪异的尖头虫 追着关于 关于发现 此路不通 重重地一塌跃到了半空中 风之翼 狂风涌起 迅速地化作了羽翼 关于煽动着风之翼 再一次跃到了更高的位置 近乎与触虫魔脑袋一样的高度 关于出手极快 就看见一道褐色的刺光 划过 大触虫魔的一颗 脑袋直接爆开 里面江叶喷洒了出来 关于还想再斩一头颅 可之前 那些尖头虫 宛如架桥一般飞扑了过来 一个个挂在风翼的关于身上 生生地将关于给拽到了地面上 更多的尖头虫掉落 把关于裹了一层又一层 这时江玉不得不摇头叹气 冲过去 帮关于化解危机 还剩六个 莫凡数了一下 开口说道 叶罗刹割了 一个 关于捅破了一个 剩下的 自然还是得莫凡来 哦 冰霜飞舞 气势凛然 莫凡还在思考 怎么能够最大效率 砍掉那些脑袋石 飞穿矮狼 却一狼当先 要在 大处重磨身上 找回刚才丢失的尊严 老狼 过来 托我上去 莫凡叫住了飞穿矮狼 飞穿矮狼冲到一半 不得不又跑回来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单打独斗 他不是这头大处重磨的对手 莫凡潮洒翻身 稳稳当当地抓住了 飞穿矮狼的背 飞穿矮狼嘀吼一声 冰山立刻朝着天际飞出 架出了一道冰桥 飞穿矮狼顺着冰桥狂奔 宛如踏空 一路朝着大处重磨的头顶上杀去 避开 莫凡 立刻看到大处重磨的尾部甩来 提前告诉飞穿矮狼 飞穿矮狼猛地一踏 高高的跃起 避开了大处重磨的尾部横扫 在他即将自由落体时 飞穿矮狼又是一声低吼 身下一道冰山峰 以极快的速度拔地而起 正好成为飞穿矮狼的落脚点 我来 给你驾飞桥 莫凡说道 说着 莫凡瞳孔银色光芒绽放 身处高空的他 用意念掰断了冰山和岩石 紧接着又将念力化作千丝万缕 将断裂的那些大冰块 和大岩石浮到空中来 天空中凌乱地分散着无数石块 冰体 看似杂乱无章 却距离相隔得当 看到这些空中踏板 飞穿矮狼更是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他本身就弹跳离惊人 只要给他稍稍一个落脚点 就能够马上再跃起 又来了 避开 莫凡说道 飞穿矮狼在空中有了这么多踏板 躲避这样的攻击自然不在话下 他宛如一袭白色的折转闪电 左边浮石借力弹射到右边 在重重一踏高高的飞跃而起 又借冰体延展出冰桥空中助跑 连续避开大处重磨的攻击 好样的 严剑 借着飞穿矮狼 莫凡已经接近了大处重磨的脑袋 手中凝聚出了一柄烈火之剑 他果断地脱离了飞穿矮狼 从另外一侧 接着惯性飞去 飞穿矮狼跟莫凡也极有默契 莫凡在右侧 他就左侧攻击 借助莫凡给他架的浮空岩石 他猛地爆发出了全部的速度与力量 身躯以冰川极光之力视如破竹 狠狠地撕开了大处重磨最左边的一颗脑袋 另一边 莫凡也干净利落 手中的炎剑劈去 剑浪直接把右边的头颅抿灭 滚烫的火焰还烧到了另外一颗头颅 那颗头颅拼命地扭着 显然非常惧怕火焰 胶拳 莫凡也是霸道 等炎剑消失之后 双手立刻握拳 朝着那扭动的脑袋 轰出了两条飞陨蛟龙 烈焰蛟龙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直接将那脑袋轰成了粉末 解决三个 莫凡唤了一声 让飞穿矮狼来接自己 飞穿矮狼飞跳过来 但半途却撞见了大处重磨 猙獰张开的石道 还好飞穿矮狼 及时找到了另外一个腹石 反身跳走 不然就直接入大处重磨的胃里 去了 这大处重磨的 未必连火缝都轰不破 飞穿矮狼要进了去 肯定没有活络 结了飞穿矮狼 莫凡在空中就显得行动不变了 顿影没有飞行能力 他多数只能够贴着某种物体 或者在不同的阴影之间替换 大处重磨也是狡猾 知道莫凡在空中 跟瘸子没有什么分别 赶走了飞穿矮狼之后 他猛地一转身 胸的位置猛然间裂开 露出了一双双密密麻麻的红色眼睛 莫凡不由愣住了 原来这家伙的眼睛是在这 而且竟然有数百只 被盯着的那一刻 莫凡感觉自己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莫凡 你尝尝诅咒之童的滋味吧 那跟下地狱没有什么分别 耐俘虏的声音阴冷地传了过来 莫凡这才意识到 那是诅咒眼 自己血液停止流动 自己的皮肤与肌肉实化了一般 正是源自于这个怪物的诅咒力量 数百只恶毒的眼睛 他们全部射出诅咒之光 狠狠地刺入到莫凡的精神世界里 纵然他精神修为适中境界 都有些抵挡不住 中了诅咒 大触虫膜像是怕莫凡跑了 乘着莫凡浑身将死之时 再一次张开了大嘴 要将莫凡一口给吃进去 大触虫膜的嘴里没有舌头 就是一圈圈尖牙 牙 其实也只有在吃大块物体的时候才会用到 像莫凡这种苍蝇一样的 直接吞进去 不需要半个小时 就会被胃液溶成一汤水 第1144章 位列第一 瓮 专注项链在这个时候发挥出了作用 水蓝色的滑光 包裹住了莫凡被诅咒的精神世界 很快一种温暖的感觉 缓缓地流入到莫凡全身 莫凡的血脉重新流通了起来 浑身的肌肉也不再实化那般僵硬 肖院长这东西可是宝贝啊 莫凡看了一眼自己的专注项链 心中默默感谢了一下老院长 这件专注项链 莫凡很早就持有了 当莫凡意外的事 即便到了高阶这个级别 他依然能够发挥出惊人的效果 这项链好几次帮助自己化险为夷了 暗影 傀儡 莫凡看到大嘴吞来 果断地将自己的残影留在原地 自己本体利用暗掘斗篷 贴着大处虫膜的脑袋溜走 大处虫膜身躯巨大 正好遮蔽出了一大片隐隐来 莫凡以此逃跑 玩的就是高难度和心跳 大处虫膜一口吃下 将莫凡留在那里的傀儡声 吞到了肚子里 这时附近的助理裁判们坐不住了 不出手的话 莫凡可就丢了性命 偏偏那大处虫膜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样子 要让他吐出莫凡来 还真有点困难 哼 我说过 你这是自取灭亡 怪不得我无情 奈妇鲁冷酷无比地说道 大处虫膜 他难以控制 现在莫凡想活都难了 至于负罪感 奈妇鲁压根没有 这次比赛 意外出现性命丢去的人 那也实属正常 他不是没警告中国这群人 他应该没那么容易死 米奥斯说道 他对莫凡的了解 多几分 那么狡猾的一个人 哪有说死就死的 您快看上面 塞伊德发现了 什么 指着大处虫膜的头顶位置 叫道 众人望去 却发现一个黑色的斗篷 轻轻地一甩 莫凡潇洒灵异地 出现在了大处虫膜的 两颗脑袋之间 他在那里 那大处虫膜 吃掉的是什么 奈弗鲁精道 是傀儡 这家伙的暗影系境界也很高 米奥斯幡然醒悟 大处虫膜 似乎还在感受一下 肚子里的小蟑螂挣扎的滋味 可肚子里 什么感觉都没有 跟吞了空气没啥区别 按理说 一个人类法师吃下去 也会放几个 魔法攻击他的未必的 谁知半点动静都没有 刷刷 两道火焰见光灵力地 斩下 几乎在同一时间 将两颗脑袋 给直接破成了两半 并迅速地烧成了粉末 哦 两颗脑袋一死 大处虫膜立刻发出了 痛苦的嘶吼声 一共八颗脑袋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颗 要是再被摘掉 他就得滚回到地狱里去了 大处虫膜愤怒归愤怒 却立刻将身子卷成了一坨 保护住了最后一颗脑袋 莫凡见这巨型家伙 如此小心翼翼 不免笑了起来 果然处虫膜 是一种中看不中用的生物 凭借着邪性凛然的外表 震慑一些弱小的生物 还有几分作用 可碰到墙的 估计也跟一条可怜胆小的爬虫 没有任何区别 与图腾玄蛇那种级别的生物 比起来 差了不知多远 飞穿矮狼 上 莫凡一声令下 飞穿矮狼飞冲了出去 他速度快如白光 在大处虫膜 即将把身体卷成堡垒时 从其身体缝隙之间冲了进去 哦 飞穿矮狼越战越勇 面对只剩下一个脑袋的大处虫膜 是没有半点惧怕之一 大处虫膜身体翻腾 他已经将自己围成了一个巨型铁筒 飞穿矮狼渺小的身影 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巨影剑阵 莫凡自然 不可能袖手旁观 以大处虫膜这架势 飞穿矮狼冲进去 肯定会被绞杀 无论如何 不能让大处虫膜在飞穿矮狼 破了他最后一个脑袋前圈颈 丝叶统治迅速完成 在这浓浓的黑暗大幕下 一道道黑色的影剑 飞向了大处虫膜 根本不需要瞄准 剑影狂刺 如此多的巨影剑针 不能完全禁锢住这头大处虫膜 怎么也可以让它动作僵硬一些 重力空间 莫凡两大控制魔法 并用暗影禁锢 空间枷锁 就是不给大处虫膜 拳起身子的机会 我们也来 木奴娇与江玉开口说道 木奴娇动用了冰封灵鹫 巨大的冰雾落下 震住了大处虫膜的身体 一部分 大处虫膜还在拼命地蜷缩 只要保护住最后一颗脑袋 它就有再生的机会 亡灵 强大之处 便是它们不死不灭 嗷嗚 层层的巨区中 飞穿矮狼 忽然发出了一声霸气凛然的咆哮 大处虫膜的身体 忽然剧烈的一阵抽搐 紧接着就看见飞穿矮狼 从中央之处飞跳了出来 狼嘴上赫然叼着大处虫膜的最后一颗脑袋 这颗脑袋一脱离大处虫身体 大处虫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物 它的骸骨身躯如没有梁柱的楼房 轰然垮塌了下来 骨体更是渐渐变成了粉末 化为尘土 死了 木奴骄看着这庞然大物垮塌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 这场战斗总算结束了 我们赢了吗 江玉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 大处虫膜身体很难在这个世界保存 它的骸骨垮塌后马上开始消散 其残破被莫凡直接收走 以小尼丘坠现在的级别 统领级的残破根本不会有翻身的机会 没过多久便会拿去凝炼 变成强化莫凡心子的一部分能量 而那法老之拳 莫凡更不可能放过 小尼丘狂吸 真是一点东西都不留给埃及 法老之拳充盈在小尼丘坠身体里 小尼丘难得焕发出了一种威严之光 与往日黑不溜秋的气质大有不同 天生双系耗费的资源 没有小尼丘坠 莫凡估计现在还在中阶徘徊 所以一看到小尼丘坠近身 莫凡便知道自己接下去的时间 修为又要突飞猛进了 怎么会 怎么可能 奈弗鲁站在那里 周身没有了一只亡灵 他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怎么都没有想到 连大处虫魔都奈何不了莫凡 我们强的地方终究是亡灵海战术 一号他们为主 米奥斯说道 希腊 英国都有顶尖高手 他们同样有对付大处虫魔的本领 但他们却应对不了亡灵海战术 莫凡这家伙 如今已经是排行第一的最强法师 他能宰大处虫魔 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埃及人在被莫凡识破了法老之权后 便注定他们没有获胜的可能 这最后的挣扎 也只不过是不甘惹的祸 法老之权被全部夺走 即便他们五个人身上 还怀有其他系的本领 却没有了半点战役了 要抛开亡灵系本领 他们埃及哪可能打到现在这个排名 就单单莫凡一个人 便可以收拾他们全队了 打下去真的毫无意义 我们输了 好不甘啊 明明可以拿第一的 我们在拿到这个名次的时候 就该收手的 第三名其实也不错 至少法老之权还在 这场决赛 直接跳级决赛的队伍 赢了决赛便是第一名 但如果输了 是被认定为第三名的 第二名会从三方混战的队伍中选出 现在他们输了 位列第三 第三的奖励纵然也丰厚 可对他们来说 法老之权没了 就是致命的打击 中国 胜 中国队 位列第一 随着主裁判庄重的宣读 威尼斯城早已经准备好的礼炮 顿时腾空而起 五彩的光辉 印在了中国队每个队员的脸上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莫凡 莫凡 你真是太他妈了不起了 江玉和赵满岩两个人激动之下 直接将莫凡给扛了起来 莫凡半点防备没有 本以为这两人 会将自己抬到一群 为自己痴狂的少女群中 谁知道他们 把自己往海里一扔 爽 这两人也马上跟着跳了下来 冰冷的海水 完全无法给他们降温 激动与狂喜 让身体都要燃烧起来 这两个神经病泥带头 结果队伍其他人也冲了过来 一个个都跳到了海里 追着莫凡身边 把那份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喜悦化作了海水里的尽情折腾 不分男女 你们 都是好样的 风离和松鹤站在岸边 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 也不免缅怀起自己年轻的情形 这份荣耀对 年纪轻轻的他们来说 太难得了 这份胜利 也更是激动人心 让风离 松鹤都有些激动起来 好样的什么 一起下来吧 莫凡也是没大没小 直接动用了念控 往 风离和松鹤分别一抓 将他们两个一起拖到了海里 两人还真没有防备 不过即便防备 他们 也不想拒绝这份热情 是啊 老又有什么关系 心不老 还怀揣着 对不可能的质问 对渺茫胜利的渴望 那就一样活得激昂 两位导师被拽下了水后 更多的人不约而同地跳了下来 在水中狂欢 庆祝这份无比难得的胜利 慕宁雪梅下来吧 你想干嘛 我告诉你 别想开他的油 高兴归高兴 别以为老子会不剁了你的闲珠手 莫凡大怒道 你想哪去 我只是觉得他钥匙下来 大家就全程冰雕了 他知道我们赢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话说起来 我还没怎么见过他 笑 他那么漂亮 笑起来一定更好看 是啊 没有他 我们也不可能拿下今天的胜利 第1145章 赵满言的心事 接下去的几天 所有人也彻底解放了 威尼斯本就是一座 充满魅力的城市 大决战彻底结束之后 他们也可以在威尼斯水都中 狂欢上几天几夜 都是年轻人 放纵起来 也是无边无际 莫凡这种体质的人 都大醉了一整天 可惜酒精对慕宁雪 基本无效 不然也可以乘着那份高兴的劲 把他给办了 生米煮成熟饭 就不至于整出太多幺蛾子 莫凡对慕宁雪的心态 一直都是 能强硬的来 就不要软下去 适当用点手段之类的 那也是可以的 不然真不知道 要拖到什么时候 才修成正果 自己对他 已经相当坦诚了 骂的 吐死了老子了 江玉那鸟人 给我们介绍的什么酒 喝起来跟牛屎开水一般 后劲竟然这么大 我差点 把一个四十多岁的五娘给办了 那会是我一辈子的痛 赵满言终于醒了 破口大骂了起来 莫凡在他隔壁阳台 见他摇摇晃晃的样子 不免觉得好笑 昨天扶他回来的 确实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但那家伙可不是女人 这次一觉醒来 已经算是天入傍晚了 夕阳橙黄色的光辉 洒落在威尼斯城中 焕发出的 却是五彩缤纷之色 无论是那些装饰的 多姿多彩的玻璃窗 还是水到映出的光辉 亦或者那些美丽成熟的 威尼斯女人 都让人心情格外舒畅 当然 没有畅快淋漓的胜利 这些在眼中 全部是暗淡无色的 莫凡回想起比赛的种种 不由越发佩服自己 当初老爹卖掉老宅 送自己到天兰魔法高中 是多么明智的选择呀 自己特么就一个魔法天才 走 去吹吹风 行行酒 赵满言喊了莫凡一声 好 往海那头走吧 莫凡说道 其他人也不知道去哪里疯了 估计该勾搭一起的勾搭一起 没勾搭的 就在威尼斯街头勾搭 反正第一名的队伍 站在原地不动个一分钟 总会有人认出你来 然后头怀送抱 莫凡和赵满言 也不需要遮遮掩掩掩 他们又不是什么隐星 歌星 即便这种世界学府之争 全球关注 绝大多数人士 不可能通过远距离的转播画面 就在马路上认出他们的 稍稍变化一些服装 就跟大街上普通年轻人没两样 除了长得帅了那么一些 走到了威尼斯靠海的那一面 其实整个威尼斯 是落于一个很广袤的海湾之中 整个海湾呈现不规则的半月形 有趣的是 正有一条长长的海路横过 宛如宫上的一根粗弦 莫凡和赵满言两人 闲来无事 便往那长长的海湾长堤中走去了 那里倒不是威尼斯地界了 两人也无所谓它叫什么名字 总之这里风景很不错 沿着海地大陆来往的人 也不算少 上面有许多顶级的酒店 在夕阳中 泛着金碧辉煌的光芒 奇怪 那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座人工岛了 不奇怪吧 那用来做决赛的小岛斗台 也是人工岛 没准是我们太久 没有来这里了 也是 我确实有阵子没来这里散步了 唉 人老了 就是容易孤陋寡闻 连威尼斯海湾 有了一座新小岛都不知道了 两个老人顺着海岸边散着步 目光 时不时往威尼斯城的方向望去 这里与威尼斯城 还隔着一片很大的海湾海域 当初小岛斗台 也就设立在这里 你把我叫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不会是只来吹风吧 莫凡觉得赵满岩有话要说 索性先开口了 这你都能看出来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赵满岩一脸惊讶 有屁快放 莫凡没耐心地说着 赵满岩倒显得几分犹豫 也不知道 要不要跟莫凡谈及此事 关于我老爹的 我爹年纪不小了 年轻的时候 留下一大堆的毛病 这次我们拿了第一 我也算给他挣足了脸面 哪知道他病倒了 压根没有看到 赵满岩叹了一口气道 那倒是挺可惜的 你不去看看他吗 莫凡说道 每个做儿子的长大了 其实都是想让老爹 以自己为荣 不需要他们的庇佑 也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立足脚跟 亦或者成绩斐然 赵满岩的心情 莫凡倒能理解 确实他以前给他的族人 和他父亲 都是一副完事不公的样子 不会有太大出血 坐吃等死就行了 有点怕 赵满岩说道 怕 他的病很严重的 我们的老治愈法师 很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假如他在病倒 多半可能会走 虽然我们都做好了 心理准备 可以想到 这老头子 没多少天可以活了 心里 真的很难受 赵满岩说得很轻 一改他平日 那副嘻哈模样 这么严重 莫凡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赵满岩老爹 是步入到了生命尽头 这件事 赵满岩从来没有 跟自己提过 所以我才想做点 出人头地的事情 好让他放心地走 我现在就怕 等我去看他 告诉他这个 他一个心满意足 就撒手吸去了 他没见到我 应该就不会 那么轻易地走 这也是 我怕去看他的原因 赵满岩吐出这番话语 想来 不知憋在心里多久了 始终没有向人吐露 真的没有治愈 和延长的可能了吗 莫凡问道 赵满岩摇了摇头 他父亲的病情 十多年前了 能熬到现在 已经是有 艺术高明之人续主了 除非复活术 不然他那种情况 就等于癌症晚期 赵满岩说道 莫凡见赵满岩 有做心理准备 也不由感叹了起来 道 我说你这个天天 享福的公子哥 怎么会想着进国府 抛开女人 那么勤奋地修炼 不过既然都到了 这种地步 你还是得去看他的 你用这种偏激的办法 吊住你老爹的性命 那真的不如 自己到他跟前 好好地把自己 在威尼斯威风四射的 事迹告诉他 让他心满意足地离开 也好好地跟他道个别 让他安心 你说得也对 只是我还担心我哥 赵满岩说道 第1146章 杀手出现 你哥 你哥 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担心他伤心过度 莫凡说道 赵满岩摇了摇头 唉 算了 我们刚拿了第1 我不应该跟你聊 这种不开心的事情 那有什么 该默哀的 该喜悦的 即便混杂在一起 是什么心情 就是什么心情 莫凡说道 我自己在这里走走吧 等我想清楚了 再跟你细说 赵满岩显然还有一番话 没说出口 事实上 这番话 他自己也不知道 说的是否妥当 好吧 我就在屋子里 最多在慕宁雪屋里 到时候你来找我 莫凡也没勉强 先行离开 莫凡回过头 发现赵满岩 顺着海滴缓慢地前进着 想来 确实被遇到的 这件事所困扰 还好 一切都是早有心理准备的 至亲的人 若是离开 有心理准备 与突然发生事 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漫长的时间 会让人逐渐接受 这种生命走到尽头 那份难以割舍 会慢慢地变成 对离开者的尊重 赵满岩 其实不该有什么遗憾了 毕竟他在他父亲离开之前 做了这么一件轰动的大事 不会有任何愧对 也可以让老人安然离去 至于突如其来的恶号 往往打的人 如雷轰顶 莫凡在博城 灾难和古都浩劫里 看到了太多这种生死别离 他不是不能够 切身感受到这份痛苦 所以才会拼命地修炼 确保自己至亲的人 可以平平安安 不在这妖魔 乱世里那么污染 那么仓促地离开 可生命是不可能无穷无尽的 那死去的就变成了你自己 海滴前 赵满岩仍旧在纠结着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去 威尼斯众多岛屿 灯火再远处亮起 也有一些小岛 就那么沉寂在夜幕之中 似不存在 迎面一对情侣走来 男子年纪三四十 额上有八 脸色发暗 他紧搂着旁边的女子 笑容脸得很大 似乎很满足这份感情 更宛如一个刚热恋的青年 女子也有三十边岁 相貌平平 赵满岩平日里 都不会多看一眼 女子保持着羞涩的笑意 那双眼睛转动着 倒是偷偷打亮了 赵满岩一眼 朋友 帮我们拍个照可以吗 男子问了一声 然后将相机递了过来 好 换做平常 赵满岩会一脸傲慢地 从两人之间穿过 这辈子 只有自己秀别人的恩爱 没有别人秀自己 可他今天心情低落 顺手做点善事 也当是给快走的老爹积点福 赵满岩伸出手 准备接过相机时 那暗脸男子笑容 忽然间变得极不纯粹 目光中一下子透出了杀意 一条长长的八爪毒蛇 从男子的袖子里钻了出来 恶毒地缠上了赵满岩的手腕 然后狠狠地在他的手臂上咬了一口 这一口咬下去 赵满岩没怎么感觉到疼痛 可血液就跟被冰冻了一般 从自己手臂的地方 快速地传遍了身体 你们 赵满岩大惊失色 急急忙忙施展出防御魔法来 圣顿庇佑即将描画完成 赵满岩忽然感觉到自己的 精神一阵恍惚 完全就跟昨天喝得烂醉如泥一般 最后一道心鬼断裂 赵满岩防御根本来不及施展出来 那毒素轻体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不单单是麻痹了 他全身 更是让他精神一片紊乱 你们是什么人 赵满岩还能够说话 顿时大声质问道 问 那么多 做什么 死得不明不白 岂不是更好 那相貌平平的女子 鬼笑了起来 她缓缓地从手掌中 抽出了一根极其狭长的毒针 毒针有短见长度 显然是一种相当阴损的模具 类似于关于那种碧楷刺 这种模具 一般都是刺客型法师所持有的 他们在对付妖魔上 兴许不会有太大的成效 但对付魔法师 却是致命杀手 谁派你们来的 赵满岩满脸愤怒 眼睛都要喷出火焰来 或许吧 正好 你们父子俩可以全下做个伴 女杀手冷然一笑 那毒针干净利落地 往赵满岩心脏的位置送 毒针轻易地刺破了赵满岩的皮肤 迅速地没入到肌肉里 很快就能够抵挡心脏 就在这时 一道金色的光芒 剧烈地闪耀了起来 赵满岩脖子上一条 完全不起眼的项链 自行启动 强烈的金光 逼退了这两个杀手 那根毒针也在难刺入半分 不愧是副公子 这种强欲于威尼斯之界的宝物 都有 只不过 这种垂死挣扎有意义吗 与杀手继续笑着 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这两个人 修为很高 尤其是那个偷袭赵满岩的毒系男子 赵满岩 即便没有分神 一样会被男杀手给控制住 赵满岩很长时间 都是做一个花花公子 唯独这两年多 以来拼命修炼 好对父亲有个交代 从未得罪过什么大人物 也断然不会招惹这种级别的杀手 来取自己性命 金色的光辉 保佑住赵满岩 可这个保命模具 是不可能一直维持的 在这种偏僻之地 更不可能有人来救自己 赵满岩知道 自己命不久已了 可他极不甘心 更不敢相信 赵有钱 你给我滚出来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 赵满岩大吼得道 那张脸因为中毒 而开始清金泛黑和凸起 他这么一喊 并没有任何人应答 赵有钱 有胆子杀我 没胆子见我最后一面吗 赵满岩继续大吼道 他有一种感觉 赵有钱就在这附近 果不其然 不远处一棵老树后 一个浑身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男子 从那里走了出来 此人连头发都裹了起来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小心翼翼道 根本不允许任何人 看到他的半点样子 金色的光辉 一时半会无法破除 但赵满岩彻底孤立无援 两个顶尖杀手 不知用这种手段 送多少人上过路了 赵满岩这种年轻顶尖法师 在他们面前 如同孩童一般 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那我就送你一场 那裹着全身的男子 阴冷无比地说道 看着此人 赵满岩全身都凉了 心跟被毒针刺了几个来回 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 知道自己难以逃脱 但赵满岩从心里 真的不愿意相信 是他 他宁愿去相信 是自己从前 放荡心还得罪了他人 好歹是兄弟 赵满岩 在某个瞬间期间 也想到了这一层 就在不久前 他也想跟莫凡说这件事 他察觉到 赵有钱是一个 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人 可兄弟血脉知青 让赵满岩最后 还是摇头灰去 没跟莫凡说自己这种猜疑 也正是他心里 带着这么一丝丝 对兄弟之情的坚定 使得那番话 没有对莫凡说出口 否则莫凡 一定会跟在自己身边 防止自己遭人暗算 自己也不至于落得 现在这个下场 想到当初 莫凡在精灵荒城 舍身相救 后面的几次遇险 他也是 没有半点犹豫 再看到这个 只露出一双眼睛的赵有钱 那种心情 真的难以言喻 你是真没一点人心的 赵满岩质问道 跟我讲这种东西 不觉得幼稚 还不是我们老爹做的好事 逼得我做这种决定 我赵有钱从十岁开始 就天天受到他的管束 开始学各国语言 开始学金融 学怎么跟做生意的人说人话 跟贪财鬼说鬼话 我给我们家族赚了多少钱 出了多少利 而你 从出身开始 就过得逍遥自在 那老头连骂你 一句都不舍得 大把大把的塞钱给你花 没让你打理任何事情 你想学什么 他给你铺好路 我以为他只是惯着你 无所谓 你有什么成就 过得舒坦 跟个废物 二世祖就可以 我以为 他是把我当作 这个世祖的继承人 来培养 所以严厉 所以对我各种不满 所以让我奔波一切事务 好 让我将来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结果呢 结果呢 赵有钱突然间 发狂地大叫了起来 这一声大叫之后 赵有钱整个人 就阴沉地可怕 那声音更带着歹毒与怨怒 结果就因为 这什么破学府之争 连第一名都没有拿下的时候 竟然留下遗嘱 让你这个蠢货 来继承偌大的肇事 然后让我赵有钱 来全权辅佐你 真是一个好爹啊 真是一个好爹啊 他是 从一开始就这么打算着的 从一开始 就把你当作他亲生的 而我就是一个随意他拆遣的 他拆遣完 然后再留给你拆遣的佣人 赵有钱 近乎嘶吼了起来 他不甘心 非常不甘心 就算赵满言 跟着国府队伍 混了一个第一 又能如何 他赵满言 为整个赵氏做的贡献事 赵满言十个第一 都换不来的 可笑的是自己 那个父亲 就因为那么一点点东西 便觉得赵满言 是整个赵氏的希望 他得像狗一样 跟在自己这个废物弟弟身后 那是老爹的决定 等他走后 你觉得我会 跟你抢这个吗 我修我的魔法 你掌管你的家业 你何必要把事情 做到这种地步 老爹气还在 你就迫不及待对我下手 赵满言看着整个人 都扭曲的赵有钱 不由深呼吸一口气 就是因为 他气还在 在他走的最后一刻 我会亲口告诉他 他的宝贝儿子 已经被我宰了 这是我对他这么多年 如果真是那样 你怎么可能在他病倒 没有多久 就派来了杀手 这两个杀手 你早就找好了 就等他病倒那天 看情形形势吧 赵满言说道 你猜得对 有这样一个爹 我怎么能够不留一手 你也别太怨我 你知道 究竟是谁做的毫无人性 我会原谅你的 你毕竟是我哥 我也不想这么做 照顾好咋妈 赵满言说道 挣扎 毫无意义 他从赵有钱的眼睛里 没有看到一丝丝的不舍 赵有钱真的变了 变得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我会的 他不会怀疑到我头上 他相信我 赵有钱给 两个杀手示意 保命的光辉渐渐地散去 也如同赵满言心灰意冷 他站在那里 心中若还有一些遗憾的话 就是不能如愿地莫凡闯荡天下 追求魔法之道 也希望他能够把自己 没有泡完的那份妞 一起泡下来 赵满言也不知道 自己临死前 脑子里为什么会闪过 这么一个荒唐又好笑的念头 或许跟那家伙 混久了 什么大风大浪 都可以笑看面对吧 动手 两个杀手修为当真 可怕至极 甚至有可能是超阶级的法师 他们气势惊人 即便没有毒素的压制 那强大的杀意 都令人脑子里 无法升起半点反抗之光 赵满言闭着眼睛 死亡逼近之时 他并没有注意到 那藏在他灵魂之中的 沐浴器皿 却光辉四射 像是尘封无数岁月的苏醒 莫 莫 忽然之间 海滴与威尼斯海域之间 两声震动天空 撼动整座城市的咆哮 误然地卷了起来 在这漆黑的夜里 显得格外心机可怕 光影交错的海里 一座黑色的岛屿 忽然从海平面中拔起 巨型的海浪 翻腾到了云端上 化作了一道又一道的遮天海啸 扑向了四面八方 天哪 那是什么 那座岛 那座岛 威尼斯城 数十万人目睹了 遮天海啸的卷来 无数魔法师 飞上了天空 警戒之名 顿时响起 紫色的光辉 照耀在了威尼斯城池里 巨大 如山脉一般的阴影 头下 月光与星光 全部被遮蔽 威尼斯城 与那忽然拔起的岛屿相比 都宛如玩具之城那般 轻易地就会被其摧毁 威尼斯城里 莫凡就在 面向海洋的城区 他目光骇然地看着那座 浸泡在绵绵汪洋里的身躯 内心的震撼 堪比当初第一次目睹 图腾悬舌 是他 是他 他一直跟着我们 莫凡惊骇中猛地想起了什么 大奥 伪装成岛 是那个在日本 就出现过 却未曾谋面的神秘巨大生物 他竟然游到了地中海 停在了威尼斯 他真的在跟随着他们 第1147章 小岛巨兽 相隔树海里的海堤 受到了卷过来的海潮影响 水啸完全没过整个广阔的海堤 将身体无法动弹的赵满岩 给直接冲到了海里 两个杀手都没有料到 会有这样的变故 纷纷施展出防御技能来 这才勉强没有受到这具大海潮的冲击 人呐 被冲到海里了 我去把它逮上来 女杀手看了一眼 赵满岩 立刻飞身 化作了一团银鸟 追着涌动的海水 和被冲走的赵满岩而去 那 那是什么东西 赵有钱站在被海水淹没的陆地上 难以置信地指着一座 正朝这里高速移动的岛屿 岛屿身影庞大 以惊人的速度冲过来时 给人以巨大的视野冲击和心灵压力 我 我也不知道 威尼斯海域里怎么会有这种海兽 男杀手瞪大了双眼 即便阅历惊人的他 都从未见过这般晴天巨兽 一艘巨型游轮 正在威尼斯海域里 驶入威尼斯港口 滔滔大浪涌来 这艘巨轮倒稳固住了 并没有发生倒翻 游轮上有近千人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些实力不俗的人 跑到了甲板 想看究竟 哪知道一座巨山 正与他们的巨轮擦身而过 他们这种豪华游轮与之相比 竟然如同婴儿与壮年男子那般 比例差异 惊得威尼斯城远观的人们 都惊叫了起来 海鸥号 那是他们威尼斯最大的游轮了 他们的海鸥标志 相隔甚远 都可以看清 谁知海鸥号与那小岛巨兽 比起来会差异这么巨大 就在人们以为 乘在千人的海鸥号 将被巨兽给掀翻时 那小岛巨兽 却视而不见 气势汹汹地穿过 直逼 那最远处的长长海滴陆地 赵满岩 莫凡猛然想起 赵满岩还在海滴那里 海兽的身影 已经离了不知多少海里 其身躯 仍是那么清晰 完全没有因为遥远 而变得渺小 莫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急急忙忙化身银鸟 在这混乱的夜幕之下 贴着海水飞驰 他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只是要抵达海滴陆地那边 却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那小岛巨兽而言 却好像几步路那么近 海滴陆地上 男杀手意识到 那小岛巨兽 是冲着这里来的 急忙抓住雇主赵有钱 往海滴陆地 另一头狂奔 默默 小岛巨兽 仍旧没有露出其真实的面貌 黑夜遮住了他的身躯 人们仅仅 只可以看到 他黑色超越人们认知的巨大轮廓 他的身躯 从海滴陆地这里 直接碾过 整个海滴陆地 如木枝一样 直接折断 无数的残骸 坠到了汹涌的海水里 赵有钱看到 小岛巨兽横过 感受到这块陆地 即将掩面 脸上更是充斥着 难以置信 墨 又是一声 炸开海洋的咆哮 小岛巨兽 忽然张开了嘴 他猛地往混乱的海水中 吞了一口 数百吨海水 迅速地被他吸入到腹中 这水量 都快接近一水库的存储了 就那样 被他一口闷入 不好 男杀手脸色大变 不由惊呼了一声 女杀手和赵满岩 正在那片区域 他们两个在这巨兽吸水 面前就如同两只水中浮游生物 滚入到鲸鱼的口腔里 没有一点点的反抗之力 他为什么偏偏吞那里 赵有钱惊到 小岛巨兽连人带海水 一起吞入到腹中后 更是没有半点逗留的意思 身体稍稍往海平面下面 一沉 露出了如岛的背脊 宛如一座一栋的小岛 正没入到海洋中一般 这震撼了威尼斯城的巨兽 也终于完全游到的海水之下 黑色的轮廓 在海平线中渐渐地淡去 男杀手和赵有钱 看着那小岛巨兽离去 很久很久没有回过神来 他们 他们两个被吃了 是 巧合吗 那头小岛巨兽 刚好在那里吸水 于是将正要杀赵满盐的女杀手 和赵满盐一起吸到了肚子里 要不要追 赵有钱问道 刚说出口 赵有钱就觉得很蠢 果然 额头疤痕的男杀手 冷冷地道 这种级别的生物 在君主级里都属顶尖 我们杀手宫的人全部出洞 也不够他杀的 我的搭档死了 你要杀的人也不可能 有活着的可能 把剩下的钱付了吧 他的那份 我也带收了 赵有钱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 这家伙遇到这么毛骨悚然的事情 竟然还记得收钱 他亲眼见到赵满盐 被那巨兽吃了 想来 确实没有活的可能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隐隐不快 为什么自己要杀赵满盐的时候 那个东西 就没有一点征兆的出现了 威尼斯和海洋联盟的人 都是一群草包吗 那么久了 都没有探查到这片海湾 潜入了这样一头 足以威胁整个城市危机的海兽 我会如数给你 赵有钱说道 这两个杀手 男杀手是超阶级法师 女杀手更是高阶之中的佼佼者 赵有钱是下了大血本 才请到他们 要知道 那潜伏的巨兽会帮自己 还花 那个冤枉钱做什么 海地陆地 不亚于一个狭长形的城镇陆地 可如今彻底被撞毁了 中间区域 全部被海水淹没 威尼斯的老法师们 后知后觉 稀疏地飞到了这里 看到海地陆地沉没之后 脸色都难看至极 威尼斯城 可是最著名的水之都 潜藏的超阶法师 也不在少数 可那小岛巨兽 从出现到离开 根本没有任何一位超阶法师 真正做出了举措 整个威尼斯城 沉寂在惶惶不安中 那只可以造成 巨大破坏的小岛海兽 离得威尼斯城这么近 却无一人察觉 可以说 那小岛海兽 若对人类存在敌意 威尼斯城一个城区 会倾客间沉沦海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头小岛海兽 对人类并没有太多的敌意 也或者完全不屑于 故海鳌号没有被撞毁 便是最好的证明了 可人们依旧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伪藏在这里 他究竟又是什么 莫凡没有找到赵满言 发动了海洋联盟的人 也叫来了导师 学员们 几乎将海底都翻了一个遍 仍旧见不到赵满言的身影 尸首都没有 一直寻到了天亮 海洋联盟的人 吞到了肚子里 听到这句话 莫凡就有些心灰意冷了 假如真是那样 莫凡真的不知该从何追寻了 莫凡 知道那家伙究竟是什么了吗 你当初说他从日本 那边一直跟着我们 是真的吗 面对这些问题 莫凡自己也无法回答 现在可以肯定一点是 这头小岛巨兽 就是当初导致宫田误死的家伙 他逗留在日本的西雄市 少女宫田还在上面待了一夜 误认为是岛 谁知第二天这岛就消失了 而莫凡在火车上 也撇到了那么一幕 原本没有岛屿的海域里 出现了一座灰色石岛 后来到了双手隔 双手隔戒备中 察觉到了这头巨兽的存在 莫凡就推测 这东西在跟着他们 再往后 到了南美洲 相隔一个太平洋 莫凡也觉得这东西 还跟着不太现实 谁能知道 他还在跟随着 不单单是跟着他们 跨过了广袤无比的太平洋 更穿过了大西洋 甚至进入到了地中海 他是如何到地中海的 这根本无从得知 总之他在跟随着 他会现身 莫凡对这个问题最无法理解 如果是因为什么原因跟着 那偏偏在 这种时候现身 还是直接冲着赵满岩那里去的 更把赵满岩给吞了 莫凡隐觉得 赵满岩应该不至于 直接被吃了那么简单 这家伙的级别绝对不比 图腾玄舌低了 若他想害他们 早在日本 就可以将他们全部灭了 思来想去 莫凡最后 只能够求助青天列索 包老头在知道整件事后 竟然答应亲自来探寻 究竟 莫凡知道 包老头应该是某个大机构退休的老强者 能让他出山的事情 就必定不寻常 包老头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 那么大体型的 这个世界上非常少有 总不可能没有半点记载吧 莫凡在电话里头询问道 这个世界上那种体型的生物不算少 尤其是海洋里 一两万海底深处 究竟匍匐着什么 连我们最顶级的法师都不知道 我需要一些时间 还需要一些查阅 才有可能判断出他的身份 你先不要着急 假如赵小子会死 那肯定当场就死了 那种生物杀人不过 是吸一口气的事情 如果没死 那他就不会有事 就看着神秘生物 什么时候再靠近陆地 他就可以自己回来了 包老头说道 莫凡脸一黑 包 你这是什么话 我跑杭州一趟吧 总之他生与死 你急也没用 你去杭州把图腾悬蛇叫来 图腾悬蛇 也未必找得到他 某些远海 甚至图腾悬蛇 也未必敢涉足 海洋 没你想的 那么简单 包老头提醒了莫凡一句 示意莫凡别冲动 不算海洋生物 那小岛巨兽走了那么久 图腾悬蛇也无济于事 何必让图腾悬蛇 跨越这么远的地界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威尼斯这次已经是颜面尽失 更是人心惶惶了 图腾悬蛇再一出现 估计静咒及法师都坐不住 要出面了 惊动了静咒法师 事情就复杂了 别一个问题没解决 徒增一个麻烦 第1148章 星河山路 你跟我说的那些 我都会去考究清楚 我已经派人 去日本西雄市了 这件事 你就不要下操心了 那家伙要真的命薄 你再急也没有用 还是好好准备准备 前往帕特农神庙 接受神印礼赞吧 这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包老头对莫凡说道 我感觉那家伙应该没有死 莫凡认真的说道 应该是吧 按照你说的 那海兽要杀人的话 在日本就可以了 没必要到这一刻 包老头说道 包老头 那拜托你了 莫凡认真的说道 很多年没出来了 这件事 我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难得你能够 帮我们国家打下这个敌 包老头说道 包老头是真不轻易出山的 发生再大的事情 他都窝在那个屋子里 这次会出来 莫凡也是很意外 既然包老头都这样说了 莫凡也只能暂且 把这件事放下 那只小岛海兽 确实出现得太突然了 等莫凡意识到赵满言被吞 哪怕化身恶魔去追 也无从下手 只能让包老头一步步查 搞清楚 这那究竟是什么生物 寻到他的栖身之所 第一名的赏赐 正是最令人心动的神印礼赞 莫凡一行队伍前往希腊 原计划是要在帕特农神庙 选出神女的大典那天 他们在世界各地信徒 聚集神山之下 得到新任神女的礼赞 但选举 似乎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结果 想来神女诞生 需要一些岁月 他们的神印礼赞 也将由店母代劳 莫凡早就想念星下了 正好这次 可以光明正大的前往帕特农 看看他情况如何 不知道为什么 莫凡总觉得星下有心事 这阵子莫凡都在忙碌比赛的事情 比赛结束没多久 赵满言又出事 莫凡都还没有好好和星下谈谈 关于圣女的事情 如今 圣女一共有三位 拥护之声最高的潘逆家 拥护者最忠实的阿沙瑞亚 以及不温不火 被人们称之为凑数 却似乎有强大后台的星下 莫凡对这件事 已经质疑很久了 很明显 有人将星下推举到了这个位置 明面上是店母所谓 可莫凡觉得这件事 未必有那么简单 国府人员在风里与旁来的带领 先前往了信仰殿 每天到信仰殿祈福的人 络绎不绝 许多人为了能够获得健康与长寿 更不惜一致千金 就为了换取那一点点信仰贡献 好得到神女殿的祝福 一个十禧女士的祝福 都可以保一名婴孩 十年不生病 不被病疫感染 而神女殿的人 不可能一一为每个人做这份祝福 因此 他们会从最虔诚的信徒 以及愿意付出巨大贡献的人中赛选 一个健康祝福 信徒们都愿意十年风雨无阻 富豪一致千金 而神印礼赞 更是祝福系中最顶级的魔法了 金钱是不能衡量的 为什么不等神女选出来再进行 我们又不急 我听说神女的神印礼赞 会加持更高 蒋少旭不解地问道 应该是选举出了一些问题 短时间不会有结果 店母也不错 她是除神女之外 祝福系最强的人 她的神印礼赞很扎实很娴熟 至少可以 让你们基础威力达到1.4倍 稳定的话1.5倍也不成问题 庞莱解释道 我还是第一次来神山 不过帕特农有禁止飞行的禁止 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万人梯 得爬个一个多小时吧 江玉说道 要的 我们虽然不是信徒 但既然受得这样的恩惠 这起码的尊重和真诚 还是要的 慢慢走吧 顺便领略一下神山的风采 庞莱说道 神山郁郁葱葱 花香四溢 每翻过一座山侧 往往可以望见一大片花树漫山遍野 山风一吹 五颜六色的花絮在空气中轻舞 美如画 相扑鼻 实在是一个人间圣地 那里是什么 好漂亮啊 蒋少旭看到了一座中间镂空的山崖 不由地叫了一声 山崖如桥 从这座山通往另外一座浅蓝色的香山 悬崖峭壁之间 一座如童话屋一般的鞦韆挂在那里 惊险却又如仙境一般令人向往 山崖上面是圣女阿沙瑞亚的寝宫 那里已经是神女殿的区域了 我们应该是不能随意上去的 旁来回答道 莫凡顺着山崖往上望 果然在那先进秋千屋端头处 一大片绿荫树冠之间露出了一座白色的宫楼 静慕圣洁 心下告诉过自己 这里每位女贤者以上的人 都有自己独立的宫楼 阿沙瑞亚 这座立于悬崖之间 又直通神女大殿的宫楼 多半是神山极致之屋了 住在那上面 不仅可以将神山花山树海 尽收眼底 更能够望见雅典未成的繁花似景 万人梯直到骑士殿 稍稍触碰就灰飞烟灭 唯有继续顺着被命名为星河的山道 才可以正式进入到神女山 要是在9月7号深夜来这里 你们会看到 这条山道直通夜空 繁星之中更会有一道新路打开 与这星河山道连在一起 当真是世间最壮丽唯美的景色了 可惜这里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来的 旁来看着这条 笔直通往神女山的天梯之路 不免感慨了起来 老旁 你要是没经常来这 怎么知道这事啊 风鲤回过头笑着问了一句 很久没到这里了 唉 旁来望着这条星河山道 脸上露出了几分苦涩 这里怎么没有守卫啊 莫凡上下看了看到 旁来点了点头 显然对帕特农的一切很熟悉 他解释道 这星河之道 是通往神女山的唯一路径 其他地方布满了静止 非洗礼之人 必定会被静止给灭杀 再强的人都顶不住神山的古老静止 唯有这一条星河山道 说着 旁来指了一下星河山道的那座大白石拱门 然后又指了指最顶端相似的大白石拱门 接着道 但凡有闯入者 这条星河山道就会关闭 任何人难以出入山 假如有人身处抵达了星河山道 这两座白石门会立刻启动大阵 将闯入者困在这条山道中 你看见那些石雕了吗 一共四座守山石雕 他们会动用混沌之法 把闯入者的实力压制到高阶 甚至高阶一下 然后再将其制服 压制 什么法师都会被压制吗 莫凡问了一句 除非是静咒法师 不然实力都会被压制 并且实力越强 越被压制得厉害 旁来看了一眼 四个守山石雕接着道 而守山石雕 会在这压制大阵中 保存有大统领的实力 你想 一个顶级的抄阶法师 在这大阵中 被压制成你们这般实力 四个守山石雕一出 还不是很轻易就被制服 旁来 你怎么这么清楚 难不成你闯过 风离说道 不错 当年一只鲨不远见我 我只好闯山 我一身抄阶 四系满修为的情况下 被压制到了 只有高阶出头的实力 结果被守山石雕被重伤 修养了三个多月 修为还倒退了 旁来也不避嫌 很直接说道 师父 你一个抄阶满修 连这四个雕像都打不过 嗯 被压制得太厉害了 所以再强的人 都很难闯到神女风 旁来说道 那帕特农 还准许你入山 真是宽宏大量 风离不由地笑了起来 我堂堂正正闯山 帕特农神庙 本就有一项规定 很久以前 保存到现在的 说是有古老时期 有一位士兵 预知了泰坦巨人 会掀起一场报复 要见神女当面秉明 但骑士殿 不允许这名士兵见神女 最终泰坦巨人真的 来了 给帕特农神庙 造成重创 于是有智者 开辟了这条新河山道 允许勇士们闯山 拜见神女 闯山成功的 便可以见神女一面 也包括神女风中任何人 这个古老规矩 当今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我也是听文泰跟我说的 旁来说道 你还真敢闯 年轻时候 就是胆子大呀 风里感叹了一句 首席 那如果实力本来就是高阶的 会被压制吗 莫凡问道 实力本来就是高阶 压制会很小 旁来回答道 那我们这些人 岂不是很容易闯啊 江玉笑着说道 旁来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好闯什么 抄阶虽然是被压制了实力 但抄阶魔法一样可以使用 只是威力大打折扣 我当初四系满修 四系领域 一面星座 精神大境界 一身魔具套装 你们这群人加起来 都不一定打得过 实力被压制的我 我连最后一个 守山石雕的面都没见着 大家听了旁来的话语 不免满脸愕然 想想也是 实力被压制到高阶 可旁来 终究是一名超阶满修法师 其对魔法的理解 精神境界 魔具 领域 都不是他们可以比的 你们这种实力 第一个雕像都打不过 还闯山 闯山的 失败的后果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轻者修为倒退 重则星辰世界 粉碎 一身魔法全废 旁来冷哼了一声 呃 我就随便说说 嘿嘿嘿 江玉干干地笑着 第1149章 私会见面 进入到神女峰 但是骑士殿的人 并没有让他们 靠近到神女殿的地界 神女殿唯有巡逻的骑士 和神女殿成员 可以进入 其他人等 都是不允许入内的 这让队伍里的男人们 都好一阵失望 想去目睹一下 殿堂精美 长裙摇曳的 那种风景 这位是海龙阁下 风离开口说道 海龙一身紫金灿灿的窥衣 装扮 颇有古希腊之风 威风凛凛地 站在阶梯最高处 骑士电广场上 除却执行的骑士 基本上全部到位了 他们按照严格的职位制度 排列成了一个金字塔形 店主海龙正在驯化 他并没有理会 前来的中国国府人员 骑士分为几个级别 蓝星骑士 银月骑士 金钥骑士 紫语骑士 紫语是店主的专属 骑士店 一共一位大店主 三位副店主 剩下的 就是按照金钥骑士 银月骑士 蓝星骑士来划分了 店主海龙说的是希腊语 大家也都听不懂 众人只能够在一旁 慢慢地等待 海龙气势惊人 语气沉重 不单单是被驯化的骑士们 不敢唏嘘半句 就连在一旁 等待的国府人员 都没敢大声说话 这海龙 应该是帕特农神山上 实力最强的了吧 莫凡问了一句 差不多了 上一代店主是静咒法师 退休了 海龙是他的 接班人 应该也是有望 踏入静咒级别的人 庞莱说道 老师 你和海龙打的话 谁能赢 江域忍不住问了一句 庞莱自然是代表 中国里最强的法师层次了 海龙也是 孰强孰弱 莫凡也很想知道 如果不考虑 骑士店的神佑之力的话 我跟他打个四六开吧 我四他六 若他施展神佑之力 我胜算不到一成 庞莱很坦然地说道 这家伙这么厉害 江域惊一道 在江域眼中 自己师父庞莱 应该是最强的法师了 在国际上 能够和他比肩地 兜数得出来 那方脸微胖的海龙 竟然还更强 此时 海龙终于训完话了 他瞟了一眼 站在旁边 有一些时间的 中国国府众人 海龙阁下 我们是中国国府 前来这里 接受店母的神印礼赞 风鲤 走上前道 海龙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风鲤 目光却是落到了庞莱那里 露出了一个轻蔑笑意道 你还有脸来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 我是国府首席导师 我 教导出来的学员们 打败了你们希腊队员 那是一个无比荣耀的事情了 庞莱也是成精的 毫不客气地反击道 海龙冷哼一声 镶嵌着闪烁钻的风衣 阳起 转身就朝着大殿内走去 海龙 我们是来接受神印礼赞的 你把我们凉在旁边这么久 现在甩身走人是什么意思 庞莱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种破事难不成 也要我一个店主来管 海龙扔下一句话 没再理会 庞莱继续走去 没过一会 一名精药骑士就跑了上来 面容将死地抱上了自己的大名 我是哈希尔 由我带你们前往等候 这名精药骑士说道 庞莱是中国宫廷首席 若职位对比的话 其实相当于这帕特农神庙的店母了 海龙这个骑士店店主 反而要低了 那么一级 但是海龙显然没把庞莱放在眼里 自己不负责接见就算了 甚至没让副店主级别的来接见 而是换了一名精药骑士 精药骑士纵然是超阶级的法师 可论级别而言 适合庞莱 差了不知多少个档次 实力上更是天差地别 同样是超阶 庞莱那是四系圆满的超阶 这名精药骑士 估计最多双系超阶 他们这样是不是过分点了 风鲤 皱起眉头来 对帕特农这傲慢态度极为不满 帕特农虽然影响力 敢超五大洲魔法协会 但依旧算是独立组织 这样耍大牌 真是让人不爽 他们像来这样 纽约神殿和圣保罗大教堂的人过来 他们也敢白脸色的 不用去理会 海龙年轻的时候被我揍过 他对我不满 很正常 旁来轻轻一笑 风高亮节 阁下 您这样侮辱我们店主 可不太合适 这时旁边的精药 其实哈希尔却是开口了 此人看上去倒是很年轻 不到四时便有超阶水准 算是前途无量的了 不过 在帕特农里 这种修为变态不在少数 侮辱 年轻人 你大可以亲自去问问 你们店主海龙 他是不是被我打败过 你也可以去查一查 魔法协会的决斗记录 看看我这番话有没有错 旁来却是笑了起来 敢问阁下士 金药骑士问了一声 中国宫廷法师 旁来 哦 您就是旁来 金药骑士似乎想来了 听闻店主海龙年轻时 与人决斗败下 难怪店主刚才脾气并不好 只是 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 这就好像成年拳击手 哪里可以拿小时候 跟隔壁班打架输了的事情来说是 金药骑士哈希尔 显然是很维护店主威严的 接着道 您现在却不敢和他较量 我说的对吧 我和他现在较量 你们这雅典未成 得有很大一片城区的一位平地了 旁来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们雅典未成 有最优秀的遣散演练 即便有超阶级别的战斗发生 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让所有民众 都进入到安全区域和地下结界 绝不会有人被波及 金药骑士哈希尔说道 好啊 你带我向你们店主发一张挑战书 看看他敢不敢见 旁来说道 金药骑士马上就闭嘴了 魔法协会已经严格规定 不允许任何抄接法师 进行公开 私人的魔法决斗 所以要分胜负的话 永远只能够在抄接之前 抄接之前 海龙不是旁来对手 这也意味着 海龙这辈子 是没希望再从旁来这里找回面子了 并且 骑士店也有严格规定 不允许骑士接受除保护神女店人员人身安全 名誉之外的挑战 金药骑士安排众人在骑士店内住下 并不允许他们四处走动 店母什么时候给他们进行神应礼赞 风鲤问了一声 店母事务繁忙 你们需要静候 具体时间 我也说不准 金药骑士哈希尔说道 哈希尔并没有离开这片店员 死死地守在门口 不允许他们随意出入 大家在里面休息 一开始还觉得几分新鲜 可过了一阵子 便满目无聊了 不能参观 不能走动 什么都不能做 这跟被软禁了 有什么分别 还以为能够见识一下神女风的景色 看一看神女店的美女们 结果跟坐牢一样 被看得紧紧的 等了一两天 店母那边仍没有消息 旁来都有些不耐烦了 她又不是闲人 引队伍过来 在这里干等 旁来发了脾气 这才有副店主卡斯过来 说会亲自去禀报店母 入夜时分 莫凡从店院往后面的林园中走去 林园区域能够活动 莫凡一直到了 几乎靠近山间的地方 然后望着另一片满是花卉的山头 没多久 莫凡便发现了一个窈窕之影 他轻轻地推着轮椅 到了莫凡能够看到他的地方 莫凡所在的园林山 与星下的花卉山 其实很近 莫凡一个跳跃就能够过去 但莫凡清楚 这里是有静止的 是骑士店和神女店的分间 无法跨越 真是的 见个面跟古代皇宫偷 情一样 这里的规矩真的多 莫凡不免抱怨了一句 不过看到星下 他的心情还是很快就好了起来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莫凡觉得星下消瘦了几分 原本饱满的脸颊 没有往日的光泽 选举是非常时期吗 莫凡哥哥 等过了这个选举期 我就申请离开这里吧 星下说道 离开 莫凡有些诧异 星下之前是打算留在神女店的 这里 他可以学到很精湛的治愈系魔法 和祝福系力量 他心向善良 也愿意前往一些地方 帮助他人 莫凡本以为 他会在这里待更长的时间 嗯 还是离开的好 我可以回国做更多的事情 星下说道 也是 反正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这里 破规矩一大堆 还不如回去呢 我们天天你一起爱 怎么没羞没臊 都可以 莫凡说道 我该走了 不然会被守护的金药骑士发现 我跟他说 我出来散散心 不会出神女店 他才没有跟着 他们 在选举期间 不允许我见外人 星下说道 又没你什么事 凑个数的 唉 算了算了 反正也没多长时间 等结束后 我们一起回魔都去吧 莫凡说道 莫凡也没有去纠结了 正要离开 果不其然 一名银月骑士 便气势冲冲地跑了过来 他看见了星下的背影 自然认出了 那是坐着轮椅的圣女 有些恼怒的道 请不要随便走动 否则我们会当意图处理的 还要也请你不要冒犯圣女 他们身份尊贵 莫凡看着这名 年轻的银月骑士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怎么都觉得 帕特农神庙的人 有点中二 吃饱饭出来散散步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又没有越见 莫凡懒得跟着 银月骑士多说 跟这些人讲道理 纯属浪费时间 这些骑士们 都是被灌输古代的尊卑 有别的思想 这在如今年代是很少见的 不过他们帕特农神庙 爱这样弄 那是他们的事 第1150章 神印礼赞 殿母在第四天总算到来 他们却是直接离开了雅典城 抵达了一座 挨着地中海山峰 在那里举行神印礼赞仪式 原本大家都认为 这会是一个满隆重的场合 会有无数人仰视 结果却是到了一个相当偏僻之处 尽管该山峰被打造的 如同别墅庄园 那般美丽 更可以一眼望见地中海 但对很多需要名头的人来说 未免有些失落 神印礼赞完成之后 你们需要禁修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期间 你们不能频繁地使用魔法 最好是一直保持的明修 如此 你们才可以完全吸收 神印礼赞 风铃特意交代众人道 殿母是一位看不出年纪的女人 庄重而又温和 她并没有与大家说上半句话 从史智中都有一位叫做提苏的女贤者 在告诉他们 神印礼赞是一位接着一位进行的 第一个进行的就是莫凡 毕竟莫凡是手工 据说第一位得到神印 礼赞的人往往增长幅度会更高 礼赞山坛上 殿母静立在一棵问天树下 阳光化作了一缕缕金色的布匹 泄露到殿母的身上 正在轻轻呢喃的殿母 浑身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如同歌声一般的呢喃 反反复复地在山间回荡 殿母朝莫凡招了招手 示意她上前去 莫凡走了上去 一旁的女贤者 小声地示意莫凡要跪里 莫凡抬头看了一眼殿母 殿母没在意 只是让莫凡低下头 殿母将手掌轻轻地 放在了莫凡的额头上 呢喃之声 似乎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她的语速变得非常快 闭上眼睛的莫凡 感觉自己脑袋旁边有无数种 代表着神圣气息的乐器在敲打 让自己脑子里的杂念全部消失 就宛如当初第一次觉醒莫凡一般 莫凡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有光芒怦然亮起 光辉包裹着自己所有的心子 像是要将它们融化了一般 集中精神 将意念放在 你想要得到祝福的那个机上 一旁的女贤者 再一次提醒了 这次语气不是很有善 看来是对莫凡不心贵理 感到不满 神印里再一次 只会增强一个戏 莫凡早已经想好了 要抱上家抱 于是集中精神在自己的雷系上 让自己的雷系基础威力得到增强 很快 所有的光辉都集中照耀到了雷系星河中 整个星河焕发着一种神秘的光运 所有的星子也都染上了这层光 它们一开始时强时弱 甚至会消逝 但渐渐地它们又完全融入进去 宛如烙印 变得牢固了起来 绝大多数祝福系魔法 包括一些魔具 魔器的威力增幅都是零食的 但这种神印里赞 却是直接烙印到了魔法星系之中 类似于将整个星系都强化了一遍 即便未来从星河变成了星海 新诞生的星子也一样会拥有这种光影 神印里赞是永久增强魔法师该系基础威力 与其他任何祝福系强化魔法 增幅模具 魔器 元素种等是不重叠的 这才是神印里赞最为让人垂涎若渴的地方 整个过程很慢 要将一个永久祝福之印 烙在魔法师的精神世界里 并不是转瞬间就完成的 并且也看得出来 这个魔法损耗是相当大的 许久 神印里赞仪式才正式完成 店母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依旧没有对墨凡说半句话 神印已经在你的魔法系中 虽然店母帮你巩固了 但你依旧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去牢固它 流失是在所难免的 绝对集中的明修 才能够让神印能量流失减少 所以这一个月里 必须完全闭关 我会留在这里督促你们 女贤者提苏说到 墨凡刚要问点东西 却马上感觉到 神印正从自己的雷系星系中 飞快地流失 墨凡哪里还敢多说半句废话 急急忙忙跑到了属于自己的 闭关明修室里 开始牢固这份难得的神力 店母休息许久 这才对慕宁雪进行神印礼赞 整个神印礼赞持续了两天的时间 试完所有神印之术后 店母自身也相当憔悴 在这座里 在山峰中休息了一天后 才回到帕特农神庙里 女贤者提苏在这里监督 金耀骑士哈歇尔也会在这里守候 旁来已经离开 导师风离自然得留在这里 避免学员们发生什么意外 学员们都到自己独立的明修室中了 纵然在贪玩 也都明白 这次神印礼赞是有多难得 这一个月无论如何都要咬着牙坚持下来 一个月后 他们的实力也将遥遥领先同龄人了 闭关 无非是就修炼 自打历练以来 莫凡也很长时间 没有完全静下来修炼了 召唤戏 空间戏这两大戏都进入到了高阶了 可复杂无比的高阶行作 莫凡还不能够完全构架出来 正好借着这个闭关修炼时间 莫凡也好 把这两个戏的高阶技能给学会来 神印礼赞赐予了你2.5倍的能量 你能够留下多少 就看你的本事了 莫凡脑海里 还记得那位女贤者提速的话语 礼赞最初释放的时候 会赐予人直接提升两倍到三倍的基础威力 但并非是永久的 这基础威力会随着时间递减 递减到某个数之后 才会变成永久强化的威力 莫凡最初获得了2.5倍的基础威力 但据说每一个获得神印礼赞的人 能够在这一个月里保证一半不流失 就算是定力超乎寻常了 所以 永久增加的威力 一般都是在1.2倍到1.7倍之间 假如是神女来施展神印礼赞 这个数值会更高一些 对很多人而言 能够有1.5倍 就已经是相当惊人的力量了 在所有魔法技能威力 都只能通过灵种 魂种来增幅的情况下 增加的这5成威力 便足以置把同级 莫凡能够感觉到 神印能量流失得很快 仅仅不到5天的时间 便只剩下2.1倍的能量 要没5天流失这么多 30天后还剩下多少 好在越往后 流失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了 可看到只剩下2倍的能量 莫凡心里越发地着急 千万别到流失到只剩下1.2啊 只增加两成威力的话 那自己拼死拼活地争这个第一 便意义不大了 两成威力 对莫凡这种暴力流法师 真的不算太高 唯有1.5才真正见效 配合上暴君荒雷的 近6倍威力 那就是整整9倍雷电效果 一个初阶魔法威力 就真的跟中间魔法起平了 嗡 正在莫凡 暗卫神印能量流失着急的时候 小尼丘忽然焕发出了光芒 用他刚刚获得的法老之拳 所带来的晋升之力 包裹住了魔法的雷系星河 莫凡有些奇怪 小尼丘这是在干什么 很快 莫凡就 发现小尼丘的用意了 他竟然是以自身的力量 牢牢困住神印能量 不让他们从自己的雷系星河中流走 小尼丘 平日里很少会做这种事情的 看得出来 法老之拳确实让他非常开心 于是主动跳出来 帮了莫凡这么一个大忙 这让莫凡喜悦得近乎发狂 小尼丘的光韵 把神印能量裹得死死的 在之后的十来天里 神印能量竟然没有一点流失 能量倍数始终保持在两倍 并且正趋于一个完全稳固的状态 两倍 莫凡觉得1.5倍 已经是令人欢喜的威力 提升了 结果发现自己很可能朝着两倍威力靠拢 小尼丘 顶住 等让这两倍威力稳定着 以后 你想吃什么天才地宝 爸爸都去给你弄来 莫凡激动得无法自拔 一个月完全闭关 但在莫凡看来 每天都是那么惊心动魄 过得飞快 这个过程中 莫凡的星座把空练习也是飞速的 有把空之拙 再配合上小尼丘的运泽 再有跟打了鸡血一样的神印能量 莫凡已经可以完成空间系星座 和召唤系星座的构架了 虽然暂时还不能使用 但等闭关结束 实力又是一次猛涨 那真是见谁修谁 两倍没有再出现任何的动摇 最后的五天里 莫凡都可以明显感觉到 神印能量已经完全稳固了 化作了自己精神世界里 永久的一层印记 所施展的一切 雷系魔法 都会获得这个神印的提升 这个提升幅度 赫然是两倍 安全起见 莫凡后五天也没有开小差 继续保持着完全集中的明修 他还真害怕 一个流神 神印能量就漏走了 那真的比杀了他还难受 小尼丘所释放的保护膜 已经撤去了 莫凡心中暗暗信息 多亏了埃及人献上的这份大力 不然沉寂了很久的 小尼丘也不会有那个能量 来帮助自己 最后几天 莫凡在提心吊胆 和欣喜之中度过 尽管还没有结束 但莫凡知道 神印能量稳固下来了 他现在恨不得 一口气跑到了山边 面对着广袤无垠的地中海 就是一阵彻天动地的嘶吼咆哮 两倍 真的是两倍 他的雷系基础威力暴增两倍 这代表着他的雷系技能 将是真正终极毁灭